到了晚上 他的門徒下到海邊去 他們上了船 要渡海往加拜門去 那時天已經黑了 耶穌還沒有到他們那裡 忽然海上起了狂風 波浪煩燈 門徒搖路約行了五六公里 看見耶穌在海面上行走 漸漸靠近船 就害怕起來 不要害怕 是我 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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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這才把他接上船 船 就立刻到了他們要去的地方 第二天 站在海那邊的群眾 看見只有一支小船留在那裡 他們知道 耶穌沒有和他的門徒一同上船 門徒是自己去的 不過有幾支 從提比里亞來的船停在那裡 靠近他們在主注謝以後吃餅的地方 群眾見耶穌和門徒都不在那裡 就上船往加拜龍去找耶穌 交捧 10天 過日子 漫渡